打進場內穿越遊擊方式 新車安打 林立敲出單場個人的第一支安打 站上一壘 打得很紮實 在左半邊 又出現了一個安打 馬傑森把握住場比賽第一次攻擊的機會 接連在林立之後敲出安打 這個半局團隊所出現的第二支安打 這個時候決定要來進行投手的更換 背號74號的許玉銘 要來接替頭球 打第一球的是阿富廖建復在右半邊的飛球 結果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林立已經是繞過三壘之後要回到本壘 攻下桃園隊這樣比賽的第一分 其實我覺得頭部有抓到就是廖建復因為 剛回來他需要多打一點 所以遇到球都蠻積極出棒的心態 丟了一個變化球 結果沒想到變成一個運氣球 就切在棒頭上 這一分回來還是要算在前任投球細保錡的身上 馬上就來個變化球 打在棒頭 整體的一個打擊感覺是不好的 但是呢落點非常的好 也是丟一個比較慢速的距球 而且是丟一個比較慢速的許求 想要來搶好球 結果這種比較積極的揮棒方式 切在棒頭上 那個距離真的沒有辦法 盡量 對 加油 加油